很多贵的盆景品种 为什么不多生产点把价格杠下来呢 难道大家都喜欢买高价进口货吗 就拿红武器来说 它一年四季叶子都会红 这样的好品种要是能牵插房子 价格肯定会很便宜 一个半月前牵插了一批 现在已经长出红芽 看着很鲜活 如果你以为这样就火了 那就太草率了 拔起来看看一点根都没有 这就是传说中的假活 再拔一颗 这颗的根部明显的长大 看来还是有机会生根的 像这样的牵插房子技术 其实已经很成熟了 而且一个枝条牵插活了 就能买十几块 同比玫瑰花 一个好品种玫瑰 才一两块钱一秒 当时为什么有人大量牵插花卉 没有人牵插盆景呢 点个赞一起来探讨一下 盆景属于小众中的小众 一百个人中没几个人种盆景 由于养护修剪需要一点点技术 限制了很多人入门 没有大量的市场需求 最后种出来 卖给谁还是个大问题 不像鲜花绿植的运用场景很多 家庭酒店餐饮娱乐 哪里都能用到市场巨大 有了数量 价格就算很便宜 一样可以让种植者赚钱 以前的盆景都是玩圈子 大师说多少钱就多少钱 现在越来越公开透明 也越来越大众化 如果你能点赞评论转发 就会有更多人看到这个视频 一起玩盆景的人越多 大家走的弯路就会越少 还会更省钱 最终还能越玩越好 记得点赞 我是李湘璐 我们明天再见